明嘉靖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九日,北京市西四附近刑场上,三位囚犯被押上了刑场,他们分别是原总督江南、江北、浙江、山东、福建、湖广各省的兵马,便以刑事的张经,原浙江巡抚李天宠,原兵部五选次原外郎杨继胜。 这三人中中杨继胜,是因为盘和历史上著名奸臣袁松五奸十大罪,而遭打击报复。 那张经,李天宠这两位封江大力,又是怎样走上断头之路呢? 说起来这都因为另一个人。 这个无聊的人,出了胖无聊的差,结果就把这两位封江大力送上了断头台。 这个人就是盐松的干儿子,时任公布侍郎赵文华。 三十四年春,朝廷派赵文华到到浙江济海去,你说济海就济海吧,济完后就哪里来那里去,可是这位赵侍郎却赖在浙江不走了,天天积极主动地指导抗窝工作。 但是,您要是认为他真的关心国家大势,积极为朝廷排忧解难的话,那您就太天真了,赵侍郎嘛,只不过是给总督张金挖坑而已。 原因嘛,很简单,赵侍郎本来高高兴兴地到了浙江的地界,原本幻想浙江辖区会打好标语,挂好横幅,营造好这列欢迎的隆重氛围,官员会前呼后拥,积极表现,结果理想是美好的,现实却是残忍的。 整个浙江冷冷清清,大家各忙各的,完全把赵侍郎给忽略了。 因为总督张金完全不需要也不屑于鸟他,在明朝,总督不是地方官,而是中央派驻到地方工作的领导,工资,户口都挂在中央。 张金,虽然下派到地方工作,但人家仍然是兜察院幼都御史,仍然是中央的人,而赵侍郎嘛,就是一个奉命出差的临时工而已。 事情就是这样,赵侍郎想白谱,据说还向张金所汇白银两万两,而且自己不懂军事,反而只手画脚的天天要求张总督出战,而张总督级别比他高了去了,不接招。 天天把赵侍郎的指示当屁放。 赵侍郎这边呢,脆弱的小心脏受不了了,可怜的自尊心受到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伤害。 于是,跟干爹严松打了个报告,要了个巡视东南防窝事宜的工作,专心致致地留下来给张总督挖坑。 他先是给朝廷上了一封奏章,告张金为巨窝寇,拿了朝廷的钱,不办朝廷的事,天天消极闭债。 奏章递上去后,严松到底还是心疼这个干儿子,每天有事没事,就在嘉敬皇帝拉给张金上演要。 不久后,张金就知道了赵侍郎背后给他捅刀子,但是他的反应很怪异,既不找赵侍郎算账,也不上书辩解,一副不知道是看破红尘万念俱灰,还是高深莫测胸有成竹的样子,由着赵侍郎上蹿下跳的折腾。 其实原因很简单,张总督并没有看破红尘万念俱灰,人家真是胸有成竹,毕竟一切准备工作已经做好了,窝口已经完全掉进了他的圈套。 只等两广狼兵一到,立马开战。 到时其开得胜,一切不就不变自明了。 可惜,他错了,错得非常离谱,赵文华虽然不懂军事,但玩起阴谋诡计, 官场后飞来那是一套接着一套。 前面之所以写张经消极臂战的奏章,那是因为他知道张经就要打胜仗了, 弹河也好,催战也罢,甚至严松在嘉靖面前的那些窃窃私语,都是为此刻做铺垫的。 因为只要做好这些铺垫,张经战败还有活路,一旦战胜,必死无疑。 嘉靖三十四年五月初一,窝寇数千人突然从水路两途进范家兴。 张经分遣参将卢唐带领宝镜狼兵,总兵于大游,带领永顺狼兵, 由卯胡相平望极进,参将汤克宽带领水师,从中路卸入,和战于王将经。 接战数日,大败窝寇,斩杀一九零零多人,烧死和堕水溺逼者不计其数。 取得东南抗窝以来最辉煌的胜利。 胜利的捷报迅速传到了京师,嘉靖皇帝反应也相当迅速, 只派了两个人,两个锦衣卫,带的当然不是皇帝的奖赏,升官发财,一概没有, 只有刺眼的镣铐,和皇帝的最高指示,京七淡不忠,着实入京问罪。 张总督的脑袋翁的一下懵了,明明打了胜仗,不讲赏也就就败了,怎么还换来了一副铁手镯? 到底是哪出了问题? 其实原因很简单,赵文华的那份消极弊战的奏章交上去后,皇帝根本就不信, 当然这些赵文华是知道的,甚至严嵩上的那些眼药,皇帝也不信, 这些严嵩,赵文华也都清楚。 他们不需要皇帝相信,他们只需要在嘉靖皇帝心里拨一颗种子, 然后静静等着发芽即可,而且他们知道,让种子发芽的机会,马上就要到了。 不久后,张经王将经大劫的报告就递上来了,种子破土而出的日子也到了。 嘉靖皇帝拿到劫报后,脑子迅速按照严嵩,赵文华预想的方向展开了联想, 他想到了赵文华的奏章,想到了严嵩的告密。 这个张经,着实可恶,拿着朝廷的钱,不办朝廷的事,赵文华一告状,你就打胜仗, 要是赵文华不告状呢,你就不剿灭窝扣吗?你小子想干嘛?养扣自重吗? 经过这么丰富的联想后,锦衣卫就上路了,张经就被下狱了, 而他的伙伴巡抚李天宠,也因为怠慢赵侍郎,被赵侍郎扣了个嗜酒废式的帽子,一并逮捕下狱。 同年10月29日,两人和弹和严嵩的杨继胜,一同在西市被斩杀。 张经王将经之劫,贼兵萧顿,有功反遭诸禄,天下人为其名不平。 张经死后,其掉入江,这一带的梁广狼兵不停掉遣,自行回广,巫寇之换逐渐加剧。 龙靖初年,张经之孙张茂绝尚书替其名冤,朝廷恢复张经官职,刺激藏, 追侍香米,并给予后代席封官职的恩典。 明使凭假期,张经公不少,而以冤露,忍窝独而入之宫,东南图探数十年。 禅贼之罪,可胜诸哉。 而陷害的他的严松最终结局,销官还乡,没收全部家产,增权清朝也献却无家可归。 两年后病死,终年八十七岁。 他死的时候,即使于牧舍,即无棺木下葬,更无人前去吊焰,直到万历初年张居正执政,才分复分一线令埋葬了他的尸骨。 至于袁松的干儿子赵文华,则因修住正阳门楼工作,不到位被革职退休,正位仁兄也不知道怎么搞的,狗胆包天,负责给皇帝盖楼, 结果天天把建筑材料,拿去给自己修房子,皇帝的楼没盖好,自己的房已经落地了。 退休后,正位仁兄在家揉肚子,竟然把自己给揉死了明史,文华故病故,及刀剪握周中,亦亦亦不自聊,依稀守门其腹,腹裂,脏腹出。 遂死,另有史书上说是暴毙,这种死法真是前无古人,后无来者,让人大开眼界。 不过,赵文华死了,但他的事情并没有完。 不久后,给世中罗嘉宾尚书谈和赵文华侵吞军饷,数额高达十万多白银。 家健大怒,下令抄家用来偿还赞款。 结果抄家时,赵文华可能因为挥霍过度,家里财产竟然不够赔偿,于是就由他的子孙冲军来代赔。